一辆白色货车从左方经过 车后方货柜的尾门突然打了开来 暂时没发现继续往前开 敞开的尾门就直接扫过停在路边的轿车 车停路边无端被波及 苦主想全额求偿恐怕有些困难 因为看看这辆蓝色轿车停的位置已经先犯规 停车处右方一只消防栓直立 已规定前后五公尺内不能停车 另外轿车停放的方式已经超出百线 也不合规定 警方说虽然货车肇事责任比较大 但轿车本身也有错 他就是没有把门关好 可是他这样子也蛮危险的 因为如果有机车刚好经过 因为有可能刚好被撞到 进口轿车被这么一扫车损不堪设想 轿车左侧从车尾刮到车头 一面而来的就是大笔的维修费 像我们这种进口车在烤漆的话 一片都是八千块至一万块 那板筋的部分就是看他受损的面积 和他的凹陷程度都是三千块起跳 先前就曾发生过像这样的货车侧门张开 害得后方公车撞上 整辆车二十几名乘客受到惊吓 还有这台货车的后斗门突然张开 撞破前方小轿车的车窗 货车门没关好凭量货 这一次受害车主围停 只好自认倒霉 杰涵之星台中报道